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用在一個範圍以及從一個時間點到一個時間點的之間會做的事情 我們會用單單只是まで這個用法到底怎麼使用呢 這一期的視頻也是很適合初學者要了解まで的文法用法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視頻內容吧 好的那沒有開始今天的文法解說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媽頻道的話一定要訂閱喔 而且要在那個小小的鈴鐺按下去選擇全部的通知 這樣子每個星期有更新新的視頻內容的時候 你將會是第一個乒乓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在開始這個例子的解說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稍微就是解釋一下 這個まで呢它就是沒有任何的隔著詞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後面加まで 那前面接續詞呢你可以就是用動詞的 就是圓形或者是呢名詞的部分 那除了名詞呢大家我們最熟悉的就是 可以與から一起搭配使用的就是からまで 就是形成一種範圍嘛 從這個時間點到這個時間點 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這樣子 所以它是屬於範圍的一個用法 那今天都會一次的呢跟大家分類 來做一個講解的齁 首先呢我們第一個要來看的 當然就是這個名詞的部分了 那名詞呢我們就是先排除掉時間跟地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以下這個例子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まで呢還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甚至於 呃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個我們講去到那種程度 就是平常是不會接觸到的 但是當你遇到一個已經超乎了你原本的 就像這個忙的 很忙的 但是你要說你忙到什麼程度呢 忙到週末 因為一般上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就是週末六日都是會休假 都是會就是在家的嘛 或者是出去玩的嘛 但是呢它甚至忙到年週末 呃星期六星期日呢 都要在公司加班 所以週末まで働きました 大家明白嗎? 所以這個例子呢就是 與其說它是範圍擴大 不如我們直接用就是甚至是 這樣子的一個中文的解說 會比較好去理解 所以呢我們講 呃我很忙甚至週末都還要工作 這樣子 忙到週末まで働きました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第二個例子 このゲームに大人まで夢中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のゲームに大人まで夢中になっています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它的這個擴大的範圍呢 甚至是大人 因為我們說這個ゲーム 一般電動的話呢 我們會比較 呃第一個直覺 就是說應該是呃小朋友 或者是青年 青少年的時候我們會比較常會玩的東西嘛 就是在童年或者是求學時期嘛 但是大人的話 因為可能工作 忙於工作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很少會去打遊戲 所以我們講說 このゲームに大人まで 甚至是大人呢 都怎麼樣 都沉入沉迷在於這個遊戲 無中になっています 無中になっています 就像 呃在這個 這個我們講 好幾年前呢 有這個動森嘛 所以那個動森的遊戲呢 大人玩的遊戲 大人呢 是更沉迷在於這樣子的遊戲 有沒有 所以呢它就是 我們講大人まで 甚至是大人 都無中 夢中 不是發夢 這個就是我們講 熱衷在於就是 呃沉迷 這樣子 沉迷在於一個事情 這樣子 このゲームに大人まで 夢中 になっています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三個例子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昔はほとんどの人が 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に 今では 子供まで スマートフォンを 持っている 再看一次 昔はほとんどの人が 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に 今では 子供まで スマートフォンを 持っている 所以這個呢 就是一個 從以前 就是 不會有這樣子 情況發生 到現在已經 時代不一樣了 甚至 是與小朋友 這樣子 所以它是說什麼呢 以前呢 不太 基本上的幾乎 是沒有人 有這個 手機的 所謂手機 大家可能還是用家裡的電話 甚至是我小學的時候 都還是用家裡電話 打電話給朋友 它這個例子 就強調嘛 以前的時候呢 昔は ほとんどの人が 幾乎 這邊ほとんど 可以說是 幾乎大部分的人呢 都沒有 擁有的 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に 明明是沒有擁有的 但是現在這個 今では子供まで 現在這個時代啊 甚至連小朋友 可能還十多歲而已 就已經有了自己的這個 手機這樣子 smart phone smart phone 這樣子 所以smart phone 其實是英文翻過來的 smart phone 所以它就是 智能手機的意思 所以 這個就是時代的變化 以前呢 就是 不會有 或者是 買不起 或者是基本上 都不會有自己 私人的手機 現在連小朋友自己 都會有自己的 這樣子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個 我們擴展開來 まで呢 除了剛剛 有幾個這樣子的 就是 已經 甚至於超乎 那一個程度的這種用法 當然我們也可以 簡單的表達 就是 到 時間點 或者是地方 不需要用から 直接用まで 就OK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例子 昨天晚上 10時まで 勉強しました 昨天晚上 10時まで 勉強しました 所以 這是很簡單的 它基本上就是說 到10點 但是呢 10點之前呢 它都是一直在學習 溫習功課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呢 它的那個まで的意思呢 就是 它有一個戒指的一個說法 在於 就是到10點為止 那10點之前的時間 都一直做這 後面的這個動作 就是勉強する 所以這個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一直 溫習到 晚上10點 才去休息 這樣子 所以大家明白 這個まで用法嗎 如果只是單單まで的話 它不是屬於範圍 它只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的之前 我一直 在做這個動作 這樣子 好的 接下來呢 就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最後一個類別 就是動詞的部分 自修系 原型動詞 在這樣まで 那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到 它完成那個動作為止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所以這個呢 就在於這個 就是打工結束 肩猜打工結束為止 那後面的動作也是一樣 就是直到它下班為止 我的這個 之前的時間 動作是什麼呢 待會兒 在等的意思 所以呢 簡單來說 這個例子就是 我呢 就是一直 在等 等到我朋友呢 就是打工 下班為止 這樣子 友達が アルバイトを終わるまで 待會兒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子 先生が帰るまで この教室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よ 先生が帰るまで この教室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よ 所以它的時間點是什麼呢 它的這個戒指 就是 這個 先生が帰るまで 就是 老師回來為止 前面的那段時間 就老師還不在的 前面那段時間呢 你都可以使用 這間教室 這樣子 この教室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よ 都可以 隨便使用 這間 客室 直到老師 回來為止 你就必須要 歸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大家明白嗎 所以它就是簡單 再重複一次 就是在まで 之前的那段時間呢 都是在重複 做後面那個句子的動作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 算是基礎的這個まで的用法 那它其實很好去理解的 你只是要掌握說 呃 動詞的部分 名詞啊 地點啊 時間點啊 你只要理解那個まで 到底它是起什麼作用 在這句子呢 我們應該加在哪裡 才是適當的呢 我們就參考 剛剛所給予的那些例子 你就知道應該要加在哪裡了 好的 那我們今天教學視頻呢 也到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內容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去跟你說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它們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哦 這樣子你就可以第一個時間呢 算它們就已經動它了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吧 我只要什麼でした またね バイバイ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那邊 我們來看一下 感谢观看